中国共产党在上个月21日 颁布惩治台独22条新规 字字句句针对台人一再恐吓 不只让台湾政府加强警戒 却也引发再终营运外国企业的一连串担忧 到底符合哪些条件会被视为违法 全都是中共说了算 即使没出庭也可能被判刑 一不小心恐怕小命不保 英国路透社四日独家报道 表示近来已经开始有外商 考虑把从台湾来的员工调离中国 路透社指出截至2022年官方数据 约有17多万名台湾人搬到对岸工作 有的在外商企业上班还有不少台商 1991年来台商再终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 如今却有北京知名法律事务所表示 已经有许多企业上门咨询 担心中共新规太多灰色地带 一个无心举动就可能触发 中共追杀台独引发外戚紧张 两位外商高层匿名透露 公司内部曾开会讨论台籍员工安全 甚至一些台湾员工也决定要离开中国 这样一来也有研究人员受访指出 中共如此手段将让外商企业不是选择直接撤出中国 就是停止雇佣台湾人才 无论哪一个原因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台湾人将会越来越少 动不动对台文攻武嚇 未来想要赢得台湾人的心终究还是难上加难 上海新闻 林涵报导